李金鸥激动的面红耳赤,他已经再三回思,没有比这答案再适合的了。 天下无贼,认主,认屋,一定下来就不能挪地方,也不能换主,所以其实挺局限的,但是实用,真实用。 主子在的时候,一切正常。 但是主子一走,这屋里就像照上了一层薄膜,无色,无味,看不见。 一旦有人偷入,这个东西,就会往一起包拢。 想想看,你以为这屋里没人,其实你踏进去的那一刻开始,看不见的那层薄膜,就已经无声无息的,往里包过来了,你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,就已经没法呼吸了,这还没完,他还在继续往一起挤压,把人往小了挤。 那是铺天盖地,无处不在,只要主子不在屋里,他就生肖,在高明的贼也逃不掉。 叶刘希让他说的指尖发凉,最后呢? 李金敖伸出拇指和食指,抵划出寸长的距离,最后当然就死了,缩成这么大,像个微雕的塑料小人,要么站着,要么斜躺在地上,主子进来,说不定都看不见,一脚踩成粉末了。 昌冬不动声色,这东西,实用是实用,太容易误伤了吧,万一有亲人或者朋友误入,不是就无法挽回了吗? 李金敖点头,是这话没错,但因为太保险了,还是会有人用。 这要使用者非常谨慎,离开的时候务必锁门,防任误入,又要对人交代清楚,非请不能入说实在的,交代过了,你还非要进,那就是就由自取了。 我想来想去,这一题,非他莫属,刘夕小姐,不是说三道吗?还有两道题是什么呀? 叶刘夕说,我对博古腰架又不感兴趣,我这脑子,能记住一道已经不错了,这样吧,改天我帮你问问看,要么直接问赵关寿讨个人情,不就参观一下吗? 看两眼,又不会少块肉。 李金敖喜不自胜,我也是这么想呢。 李金敖走了之后,叶刘夕看昌东,看着看着,两人几乎是同时笑出来。 这么刁钻的玩意儿,难怪叫天下无贼。 笑到末了,叶刘夕叹气,赵关寿这条路不通了吧。 做了那么多工作,光地图就画费了好几张,看来都白费了。 昌东说,那也不一定。 她想了想,你找个借口,再去一趟赵关寿那,看看屋里都有什么人进出,书房的门锁是什么样的。 总之,多拿点信息,越多越好。 叶刘夕祈祷,我哪有那么多借口。 昌东没理她,天上可以没有星星,但脸皮厚的人,不会没借口。 星号星号星号。 果然。 第二天一早,叶刘夕又精神抖擞地来找找关寿。 依然没能进书房,在客厅等待,客厅里有个人装供茶水,但她身形气度,都不像打杂的。 叶刘夕故意没能接住递过来的那杯茶,茶拖一歪,茶杯跌落,一声哀忧才刚出口,那人已经抄手把茶杯给捞住了。 地上只撒了一小摊茶水渍,那人说,给你换一杯吧。 换茶时,顺手摇了下手边的呼唤铃,通往二楼的楼梯下头,忽然绕出一个人来,一手拖把一手抹布,手脚极其利落,三两下打扫干净,又退了回去。 赵关寿就在这个时候出来,眉头微皱,你有重要的是找我。 叶刘夕说,是啊,你见过跟我一起的那个女孩吧,叫丁柳的。 她把丁柳头上被插过刀的是说了一遍,当初就是草草包扎的,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后遗症,听说最好的医疗资源都在黑市城,我又没什么门路,赵老先生能不能帮忙安排一下。 人命关天呢,就这是。 赵关寿心里烦得很,但脸上还得摆出一副好声色,知道了,你先回去吧,我会安排的。 叶刘夕点头,转身往外走,走了两步之后回头,赵关寿已经进房了,眼见那两扇门就快合到一起。 叶刘夕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,她急冲过去,一把拽住门把手,大力拉开半扇,门内所有,尽收眼底。 脑后有风声,那个茶水宫已经到背后了,叶刘夕只坐不知道,也不进房,只是叫赵老先生。 赵关寿奇怪,什么事? 叶刘夕说,其实我。 她身子已住门边,手在所舌处纠结的摸仪,又低垂下头,欲言又止,借着这遮掩,目光左移又飘。 在抬起头时,眼圈都泛红了。 赵老先生,我就是想说,之前我误会你了,刚到黑石城的时候,我总觉得事情不对劲,怀疑你是别有用心。 事不关己,非礼无听,那个茶水宫悄无声息地退开了。 叶刘夕抬起头,像是趴掉眼泪,又伸手擦眼睛,指尖的缝隙足够大,一点都不影响她事物。 这几天下来,我觉得我是多心了,我知道我朝你要保证书这种事,太小家子气了,不上档次,还请你不要往心里去。 赵观寿笑起来,刘夕小姐,以后大家就是朋友了,不用这么见外。 叶刘夕点头,似乎是才发觉自己失态,那,我不打扰你了,你忙吧。 她小心翼翼地帮她关上门,锁蛇的黄片咔大一声闲上了。 跟他们住处的锁一样,这种锁是斜蛇,可缩可弹,底下多加了一道方蛇,方便反锁。 星号,星号,星号。 中午吃饭,叶刘夕先通知丁柳这两天做好准备,随时去检查脑袋,又向阿和套话,赵老先生房里的那个茶水宫,看起来身手挺好的,真茶倒水可惜了。 阿和笑,刘夕小姐,能在赵老先生房里做事的,不管倒茶的,还是扫地的,怎么可能是普通打杂的呀? 那都是猛禽卫里最顶尖的人物,这样的人有十来个。 叶刘夕心里一紧,赵关寿的寓所里,居然有十来个人这么多。 幸好阿和把话说下去了。 赵老先生也知道让他们做这个驱才,所以是轮班的,每班两个人,做满一个月之后就轮下一班了。 你现在看他是真茶倒水的,没准过一阵子看,就是猛禽卫的头目了。 叶刘夕忽然想到什么,宇林卫是以武力见长的吧? 那赵老先生是不是也挺能打的? 阿和点头,我听人说,赵老先生年轻的时候,一根樱头铁棍拾出来,十来个人进不了身的,你也见过的,就是他拿来做拐杖的那根。 现在年纪大了,加上胡阳城那一次遭了杀暴,尔丽莫莉都受了损,所以再没人见过他动手了。 但是啊,瘦死拖拖比马大,小瞧他是要吃大亏的。 叶刘夕笑笑,谁敢小瞧他,一看就是老当义壮行的。 叶刘本来就烦阿和骗了他,又见叶刘夕这两天老和阿和说话,心里头老大不高兴,觉得自己受了冷落,晚一推,嫩嫩说了句,说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干什么。 现在最重要的,不应该是肥糖吗?这都几天了。 江展还没消息,他这人做事,怎么这么磨叽啊? 阿和说,小柳,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想,江展也很为难的,他躲在黑石城这么久都没被抓到,说明藏得稳妥,行事谨慎。 现在要出来换人,很可能会暴露自己,宇林卫还势必插手,他选在哪儿交换合适呢? 毕竟,这是我们宇林卫的地盘啊。 高深随口恩了一声,我也是这么想的。 高深八百年男说一句话,说了一句,还是去附和阿和的,丁柳心头生起一股无名之火。 我们宇林卫。 阿和,宇林卫什么时候把你当自己人了? 人家是看出身和性似的,你这种,是外来户吧? 他们还割了你的舌头,这种事,你都能忍。 你一来顺受也就算了,还口口声声我们宇林卫,不觉得这话说出来可笑呢? 阿和的脸瞬间涨得通红。 气氛有点尴尬,叶刘希想拿话打岔,昌东猜到了,从桌子底下握了下他的手,又不易察觉地摇了摇头。 星号星号星号。 饭后,阳光不错,昌东在梅树下铺了张地垫,侧子摊开,拉叶刘希询问赵观寿那头的书房布置。 梅树只但吸书,仰头去看,阳光灼人的眼。 叶刘希想起阿和的事,干嘛不让我讲话? 昌东头也不抬,小柳话说得没错,雨林卫对阿和根本就是利用,温水煮青蛙,她习惯了,反而不自知,要是能被小柳点醒也挺好的,要是能把她争取过来。 你身边多个雨林卫,办事会方便很多。 叶刘希没话说了,手指在龟壳上扣来扣去,那乌龟开始还一惊一乍地伸头,后来估计是习惯了,管她怎么扣,再没响应了。 昌东话得仔细,她是真有点强迫症,线条打歪了都要擦了重来。 叶刘希忍不住,反正进不了她的书房,画得百分百契合也没用啊。 昌东说,这可不一定。 叶刘希瞪她,你别转歪脑筋,咱们没可能硬闯得高深跟这种从小接受训练的猛禽味相比,也就只是个半瓶水光当。 昌东说,谁说要硬闯了? 她把画好的部分递过来给她看,是这样吗? 叶刘希回想了一下,办公桌还要再高,再长点,桌下中间那一块是空的,桌前是两把椅子,这里有个衣架,对,再往边上去点,背后一面墙都是书架,顶到天花板。 昌东说,这个书房布局太差,视线死角太多。 叶刘希实在沉不住气,伸手压住侧子,不让她继续,为什么明知道进不去,你还要再画? 为什么进不去?这不明摆着吗?叶刘希差点笑了,天下无贼啊,高明的贼,都是当面偷东西的。 叶刘希接把,你,你什么意思? 昌东回答,赵观寿不在的时候,天下无贼,但他在的时候,不就可以有贼了吗? 叶刘希消化了好大一会儿,要么是他理解差了,要么就是昌东疯了。 你要在赵观寿在的时候,进去翻找东西。 昌东居然点头,是啊。 叶刘希真想伸手拧他耳朵,赵老头又不瞎。 昌东不说话,只是看着他笑。 慢着慢着,叶刘希想起来了,他刚刚说,这个书房布局太差,视线死角太多。 叶刘希觉得自己口齿都不利索了,你别发疯了,视线死角这种事,也就是瞬间功夫, 坐着看不见,站起来还看不见吗? 站起来看不见,走两步也看见了呀。 昌东低声说,我又不是死的,进去了之后,我不会处着不动的。 叶刘希觉得没得商量,行不通的,你又要藏住自己,又要盯住赵老头一举一动, 又要及时变换位置,还要不发出声音,根本反应不过来。 阿和不是说了吗?赵观寿耳利目利都不行了,没那么警醒,再说了,有人给我打掩护啊。 谁?你呀,你是唯一有可能进那间书房的人,我翻找的时候,你也要在场掩护我。 这意思是,一间书房里,几三个人,他在其中打掩护,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昌东放进去, 还要确保赵观寿看不到昌东,让昌东在里头,翻东西。 叶刘希头大如抖,这种想法本身已经太疯,落地就更荒唐,太危险了昌东,你想都别想,我没法给你打掩护,我只要想一下那种场景,手心就冒汗了。 刘希,不可能的昌东,不定因素太多了,只要一秒出错,就全完了。 昌东说,你该知道,要进那间书房,只能跟赵观寿一起进。 去特末的书房,叶刘希觉得呼吸都不顺畅了,里头不一定有我们想要的东西,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险,我们再另想其他办法吧。 昌东说,李金敖只说了句江展奴隶出身,我们就可以推测出那么多,赵观寿的书房里,一定有更多更有用的东西。 你今天已经强行拉开门了,那叫刻到门前,按照常理,赵观寿心里再不情愿,也该请你进去说话,但他没有里头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, 但我相信,只要找到一心半点,都会有价值。 叶刘希不住摇头,做起来真的不行。 昌东伸手出去,辅助他后脑,在他面颊上亲了一下,所有人都觉得我们不可能以那种法子进的时候,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了。 是,反其道而行之,他知道这种策略,但是细细一想,每一步都是天欠, 寓所外面有那么多看守,客厅紧连着书房,客厅有那些茶水工,还有那个做卫生的,都是高手,你想每一个都瞒过,还要若无其事全身而退,这不是做梦吗? 梦里都得担惊受怕。 昌东说,所以不是我们两个人做这件事,要很多人一起配合,高深,小柳,李金敖,阿和,说不定镇山河,镇四海,都得用到。 叶刘希想从根子上把他这想法给掐了,我根本进不了赵观寿的书房。 快了,江展约你见面,就是最好的时机,你会去和赵观寿商量对策,这种大事,他一定会把你让进书房的。 叶刘希想说什么,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 末了,他喃喃的句,你怎么会这么疯呢? 昌东笑笑,习惯性地妈撒他手背,目光落在就近的梅之上。 上头打了花苞,花期也就这几天了。 疯吗?那是以前吧,现在很少了。 山茶那一次,折风断锐,许多轻狂肆意举动,匪夷所思想法,早就瘦了。 但也许骨子里还留了一丝良缕,实际合适的时候,总还会往外窜吧。